在不典的 齁貝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他 redefine 各位童心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作為 謝謝 我們現在準備再來開始 上第二這個課 好 要不然我先來講一個故事好了 我來講 不要勾 有一次他 帶那個白副總統 蓋這個薑魚化 做直升機出來視察 這個薑魚化 他先去 剛才拿一萬塊 他說如果我把這萬塊 包作一包 放下去 如果一個人抓到那個人一定很歡迎 這個白副總統 他說 你怎麼也不要 把他貼著 兩包 包一千 五千 放下去 這樣兩個人抓到 那兩個人一定很歡迎 阿嬤他就說 就說 如果我 我要把他貼著 十包 一包一千 把它放下去 那十個抓到 一定很歡迎 阿嬤這隻直升機 從外頭過來說 你怎麼也不要自己包作一包 放下去 這樣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都很歡迎 現在我跟小鹹馬英九 大家都心情很好 我再說就好了 來我問 這五六年 感覺自己經濟有多好賺錢的走手 我看看 沒有 大家都哀聲嘆氣 都哀聲嘆氣 這個哀聲有原因嗎 我再說個故事 在美國 在辦一個外科 外科醫學協會 因為聽說有人 閩南語聽不懂的 我這個用 閩南語 用那個北京話來講 有三個醫師 在喝下午茶的時間 在左廊 就聊開了 有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台灣 那日本那個醫師就是說 我們的選為手勢 在十年前就很發達 技術就很精進 我們有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摔到那個地下鐵的軌道 被捷運的車子 兩隻手都捏過 都壓扁掉了 我們用顯微手指把它接好 十年以後 他去參加世界鋼琴比賽 得第一名 那表示他這個接得很順 神經都有接過去 好 那換美國這個醫師就臭屁 我們十年前 有一個青年人 有一個小朋友 他也是發生車禍 腳截肢 那我們用鴕鳥的腳給他接上去 十年後他參加奧運比賽 四百公尺得冠軍 也是很會臭屁 他們兩個醫師就在等台灣這個醫師 怎麼臭屁 他說我們二十年前 我們四十年前 不是二十年前有一個四十歲的 我用北京話就講不順了 二十年前有一個四十歲的壯年人 他也是車禍頭撞破了 腦漿都噴出去 我們用豬的腦袋給他撞進去 現在他在台灣當總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 日子過了這麼痛苦的原因之一 OK 好 精神恢復了 我們開始政治上課 所以大家再忍耐 現在不到兩年大概 委任占領的授權書 在1979年之前 美國承認現在這個流亡中華民國 為代表中國的一個合法政府 但是1979年 美國與流亡中華民國斷交 那怎麼辦 以前的流亡政府是靠麥克阿瑟的一號命令 合法來到台灣 好 那麼一斷交 剛剛那個 當時美國的一號命令 就等於是斷了線 所以美國的國衛就趕快制定台灣關係法 來代替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其本質就是代理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授權書 但是不能再講中華民國 所以他就改稱台灣治理當局 而且美國的國務院通令所有的駐外使館 的美國外交人員 不可以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官員一起吃飯 一起開會 OK 他就改稱台灣治理當局 不可以再稱中華民國 但是目前的流亡政府 繼續還是統治台灣 他是依據美國的台灣治理當局這個角色 不管李登輝也好 陳水扁也好 他們都是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台灣政府 不是台灣的總統 是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的總統 所以他們選的是 李登輝跟陳水扁只是台籍台灣人 日裔台灣人 但是他跑去我們的死對頭 去當死對頭的總統 這個不合乎國際法理 所以連戰台灣說阿扁卻國 好2008年初 那時候馬英九已經選上總統 那時候阿扁還是還沒有下 玉山四號政經兵推 阿扁總統邀請馬英九要去參觀 可是馬英九拒絕 但是AIT的處長楊舒立 跟美軍的官員已經坐雲爆裝甲車 進入紅山指揮所來觀察 紅山指揮所是 可以說北部地區最高的一個指揮中心 而且你注意看 這個我是寫客氣點實 寫觀察 其實應該寫視察 因為是上級單位 美軍官員還有楊舒立 他們來視察 而且你注意看是軍官 美國的軍官 這麼高機密的一個指揮中心 可以隨便被外國軍隊的軍官參觀嗎 這如果不是上級指導單位來視察 是不可能的 你有可能讓英國或者是俄羅斯的軍官 來到你的指揮所嗎 從這裡也可以看到 真的是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只是流亡中華民國代理 所以他要來視察 OK 好 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軍事武器 這是2012年4月份的28號相關 這個戰車本來都有一個 大一個國有在這裡 都被劃掉 那個車輪牌的那個圈圈 這個依稀可見 但是都被塗銷掉了 這個也依稀可見 那麼為什麼會被塗銷 這跟美國他自己的國務院所說的 恐怖組織有三個要件 第一個 第一個他不是國家 第二個他擁有武器 第三個他在當地徵兵 那我們來看賓拉登 賓拉登他不是國家 賓拉登他有武器 賓拉登用他的回教的那個教育 來引誘吸引當地的人來替他做聖戰士 OK 好 那麼我把中華民國套上去 美國所說的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有武器 而且是你美國賣給他的 台灣人付了錢 所以台灣人有夠衰 而且中華民國叫我們所有滿20歲 體格OK的通通要去當兵對不對 做三個拿刀我看看 兩年的 哇 兩年的那麼多喝杯比較少 後來我們執政要投這條回來 做的越久領的越多 我們真的有夠衰 我們台灣人 求美國打敗 美國叫三人的中華民國來給我們灌 我們跟中華民國 當時 人家說抗日 我們是日本國 他們跟我們在修建 結果叫我們去做兵 我們日本也跟美國在修建 美國跟中國都是我們的敵人 美國委託 中華民國來台灣管我們 叫我們去當兵 這違反那個國際戰爭法 因為孝宗 我們是孝宗天皇 我們禁中國是燃燃的 他叫我們去做兵 叫他如果發布局 我們要把治癒官打下來 結果我們去用邪鬧告約 我們都回歸祖國 我們都是漢人的後衣 所以真的說去做兵 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還有 孝宗的武器 是我們台灣人 拿錢去買 來顧 美國的第一島鏈 為韓國 日本 琉球 台灣跟菲律賓 我們顧台灣這次 所以 台灣人有可能嗎 我們 去到美國打敗 還要自己買武器 自己帶便當來替美國過大門 過前線 對不對 你想想 我們是在替美國過前線 只要說我們 打敗的人 我們被佔領 我們不用做兵 美國 一求十五年 市委請去擠 琉球之後 怎麼會叫琉球的日本人 做美軍 沒有耶 兩千空三年 美國去打伊拉克 把海山 政權 Enter 怎麼會叫伊拉克 來做美軍 也沒有了 因為他知道 他發武器給他們 叫他們做美軍 剛才拿美軍的武器來打美軍 都不可能 但是我們就是要洗腦到 慌慌 還說要跟他們做的防空大陸 要笑的 真的 所以 我們台灣人很可能 所以我們也要叫他做兵 這都違法戰爭法 違法戰爭法 將來都要打回來 你看看 這裡都剛好 中華民國都有 所以中華民國是恐怖組織的 有武器 那不是國家 叫我們去做兵 所以 我們必須要向美國見過 你如果沒有叫他 這些武器要 都要封起來 要跟他叫 美國當時只有說 不然叫中華民國 婦人機 或是純仔 這些武器剛才看的 都把中華民國 把武器連擺服掉 好 台澎現在加入WTO 是由美國來協助 用獨立分離關稅領域的名義來加入 美國為什麼要幫忙 要協助 因為 其實 以前的中美協防協定 1954年的中美協防協定 那時候協防 只協防台灣跟澎湖 金馬沒有 金馬沒有 金馬沒有在中美協防條約裡面 好 那麼 這個獨立分離領域 它的意思本身就是 軍事占領區的意思 只有軍事占領區要特別獨立出來 所有的稅金是另外處理 所以就用獨立關稅 分離關稅領域的名義來加入 好 阿扁在卸任之前 試射飛彈 引起美國的關切 這是中央社 在2011年的所採訪 它的最新的一級國防新聞 周刊報導 前總統陳水扁 在下任前一兩個月 曾下令試射一枚中程飛彈 隨即引起美方的關切 一名美國國務院官員 曾特別來到台灣的國王部查證 其實這個應該講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的國王部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 被民進黨也好 或者他們的黨主席 尤其陳水扁 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我們都弄混掉了 中華民國政府就是台灣政府 這是蔡英文講的 好 那麼我們來看 前國王部長蔡明憲說 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感到關鍵 這名美國國務院資深觀點 隔一個禮拜就到他的辦公室 問他有沒有試射飛彈 這個蔡國王部長說 只是試射而已 上衛生的 他同時還向美國保證 台灣的發展的飛彈 只用來防衛而不是攻擊 還要跟人家保證 我這支刀子摸到很長的 是在摸好看的 不要撒出來用 不要切菜 不要撒出來用 不要撒出來用什麼 可能 你看我們飛彈要射飛彈 就那種控制 就好像說 我做這支 長矛 沒有到來來 我沒有去那邊撒 有 我是怕這樣好看的 這是我們的筆子 好 我們來看 受美國管制軍事武器發展的國家 有韓國、日本、台灣 你注意看 你把這三個加起來 就是大日本帝國 那我們來看他所管制的內容 第一個 飛彈的射程 韓國 以前美國規定 它只能發展 飛彈是射程300公里 那麼 前年 美國是核准它 可以發展800公里的飛彈 那這個飛彈的彈頭 800公里 只能裝300公斤的彈頭 然後你如果要裝500公斤的彈頭 你這個飛彈的射程 就只能500公里 這是韓國是這樣的規定 好 那台灣 你一發展中程飛彈 它就關切 好 核子武器的研製 來我們來看 這三個 都有製造核子彈的能力 尤其日本 去年才知道 它所儲備的武器機的布 大概可以做2000顆的核子彈 這個日本本身製造核子武器沒有問題 只要美國點頭答應 它馬上可以做 那台灣 在蔣經國的時候 它對外發表 它說 不發展核子武器 但是私底下 在中科院 在清華大學 都有核能研究所 都在秘密製造 怎麼做核子彈 包括有一次已經做好了 經過電腦推演的都弄好了 把這個核子彈用飛機 用專機 要運到南飛機四爆 結果被美國的情報人員得知 結果那一架飛機 就在那個海上 就被美國爆破 不曉得是安置那個 定時炸彈還是怎麼樣 就在空中爆炸掉了 而且當時候 那時候的中山科學研究院的那個 核能研究所 他們裡面的副所長 就是美國CIA的 在美國吸收的一個人員 叫做張憲毅 他就在 蒐集好整個資料的時候 他就報給美國 所以美國就把他安全的接手 整個武器計畫曝光 所以美國就 聯合國的一些核子安全人員 檢查安全人員 就來到台灣 把清華大學還有中山科學研究院 裡面你所 在研究的那些儀器設備 包括核子反應爐 通通拆掉 有的就用水泥蜜蜂封死 從此 中華民國蔣經國的那個 核子大夢就破滅 所以蔣經國驚到 沒多久就死了 又七空流 驚到 五毒攻心那樣 所以你從這邊看 都是美國在管制 而且管制的就是大日本帝國這三個 韓國 日本 台灣 還有包括 韓國的軍事指揮權 韓國以前 那個 平常的時候 都是韓國的指揮官在指揮部隊 副司令是美國人 那麼本來他是在今年2014年 韓美聯合軍 本來協議好 在今年 要把暫時的指揮權 交還給韓國軍 因為原來規定是 只要南北韓戰爭爆發 副司令這個美軍的指揮官 要起來指揮部隊 本來要在2014年 把這個指揮權交還給韓國軍 因為韓國他本身已經有那個 對他自己指揮軍隊的信心已經足夠了 結果 在兩年多前發生一個叫做天安艦事件 韓國的一艘海軍的艦艇 真的是 所以說 那一項 有一個 我們這項 這個 一項 將要裁測掉 只剩下指揮部 那由誰來指揮 就是由在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來直接指揮 甚至美軍有計劃 萬一中國攻打台灣 假如整個他們已經 解放軍準備登陸的時候 他還特別規定說 希望中華民國的國軍 從西部海岸線往內撤退10公里進空 做什麼 美軍的轟炸機要來轟炸才不會誤傷 這些中華民國的國軍 其實那些國軍90%都是台灣人 他不希望這些人受傷 他反而是 你不要那頂樓 說比較難聽還是這樣 你走到旁邊 給我來就好了 我電腦要出手比較好 出手比較不會誤傷 好 按這個小的 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一切依法行事 美國的總統他是受國會還有法院來監督 他依照國會所立的法來依法行政 那麼如果沒有依照國會的法令來做事 做錯事情 後面有一個法院會監督 他不敢違法 好 那麼國際社會都了解台灣的真正的地位 台灣因為被國民黨育民交易 用錯誤的歷史錯誤的觀點來教導我們 所以我們都被教導成中國人去認同中國 國際社會都了解只有台灣人被蒙在鼓裡 以上總統跡象證明美國一直在管轄治理台灣當中 只是我們自己被蒙蔽被國民黨錯誤的交易蒙蔽 美軍其實從未離開台灣一直在佔領當中 只是他是委託佔領 而且他現在的軍人都不穿軍服 都是穿便服 所以造成台灣人錯誤的印象 好像台灣被中國國民黨管 69年管久了 好像自然變成說台灣變成中國 中華民國的 我們自己會這樣感情用事在想 人家這麼久了 他們的沒錯啦 不可能這麼久 這是錯誤的思想 就美國 好像說 美國 請一個官議員來關101大樓 關69年 那個官議員 怎麼會說 不過我關很久了 這棟大樓我會 小的 那個叫小的 所以 這是不可能的 官議員 應該做比較久的就是官議員 好 好 那麼我們來參加 今天的國家 自治建國 一些模式 來做探討 古巴建國模式 美國跟西班牙在19 1898年 4月25號宣戰 好 但是 沒幾個月 西班牙戰敗 所以他們在 98年的12月10號 在巴黎簽了一個巴黎合約 裡面規定西班牙放棄古巴 這跟台灣很像 哥讓菲律賓 波多黎克關島 給美國 好 那麼美國 協助古巴在1902年的5月20號 獨立建國成功 好 這是古巴模式 那麼我們來比較古巴跟台灣 好 他們兩個都是 因為合約被人家放棄 可是 古巴獨立成功 台灣到現在 地位未定 這原因是 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獨立建國 那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不可以獨立出去 我們是有主人的 我們有效忠的對象 是日本天皇 所以台灣不能獨立 好 來看菲律賓 也是 因為巴黎合約 美國從西班牙取得菲律賓 受制於非獨 台灣有台獨 菲律賓有非獨 所以菲律賓的 獨派的反抗遊擊隊 經常去騷擾美軍 去攻打美軍 那美軍 經常派兵出去追腳 你追腳 他就從這個島 逃到另外一個島 因為菲律賓有四千多個島嶼 所以美國美軍也很頭痛 所以 美國 跟菲律賓的領袖 協議說 讓美國繼續 治理 讓菲律賓可以自治十年 那十年以後比較穩固以後 在美國 來協助他獨立 所以 可是在 這個十年的自治期間 日軍在1941年 攻陷馬尼拉 能夠攻陷馬尼拉 台灣的高砂義勇軍 也有功勞 麥克阿瑟 菲律賓的總統 一同撤退去澳洲 那時候麥克阿瑟 在菲律賓是當 那個總司令 那麼他是西點軍校第一名畢業 結果他 從軍 最沒有面子 最恥慕就是 他被 日軍打敗 撤退到澳洲去 所以到1945年 9月2號日本投降以後 你看那時候 麥克阿瑟 就在那一天 簽署了那個 第一號命令 三流的國家 中華民國 來代管 你看 他可能是 因為 他在當菲律賓的總司令的時候 被日軍打敗 而且那時候飛機是從 高雄、屏東還有台南的空軍基地 日軍的臨時戰鬥機 去把 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馬尼納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整個 都 擠垮 所以這個 失敗 我在想 個人在想 是不是他 要補一個 餐的那裡 所以叫 三流的 流氓的中華民國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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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來幫我們關 讓我們今天又 這十多年 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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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補產 這是我個人的猜想 那麼 你看 一級 四七年 七月四日 在美國協助之下 菲律賓獨立建國成功 你注意 他是7月4號 美國國慶日 也是7月4號 所以菲律賓的國慶日 跟美國是一樣 那很奇怪喔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西北加坡 在 2010年的 也是7月4號 是美國幫我們 在華盛頓使館特期 幫我們成立 美國的 這個辦公室 也是7月4號 我們 這個意涵就很 很有趣 好 來看立陶宛建國模式 立陶宛正好在蘇聯的西南方下面的 它 在戰後馬上就被蘇聯併吞 一直到1990年的3月11號 他們宣布 他們的民間組織 民間議會 宣布獨立 可是 國際社會都觀望 美國也不敢 支持 承認 一直到 當時的立陶宛人民 抵制 蘇聯軍政府所舉辦的選舉 公投 在那個情況下 首選出來的首長 國際社會就不承認 蘇聯 在立陶宛 合法的統治性 所以一直到1991年9月6號 他們立陶宛自己辦選舉公投 結果完成獨立 那時候蘇聯看大事已去 反而率先承認 所以我們來檢討立陶宛選舉的意義 來跟我們來參與 流氓中華民國的政權選舉 他的投票 以及他的後果 我們把每一次的 所謂的流氓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把他當作 統獨大選 從我們 拿著投票單 拿著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踏入 那個投票所 我們就先輸一半了 為什麼 因為你承認你也是中國人 你才會拿中華民國那個身份證 進到投票所去領票 領完票在你自由意志 在秘密的情況下 你們所有的台灣 住在台灣上面的人所投出來的票 結果2008年代表統派的馬英九 勝過獨派的謝長廷200萬票 2012年一樣 一樣的同樣的步驟 住在台灣上面的所有的台灣人 所選出來的也是統派的馬英九 贏過小英的80萬票 從這裡外國人來看 你們台灣人希望跟中國統一嘛 所以你才會選一個統派的馬英九 那將來 解放軍來台灣 合情合理 我們外國人 也沒有理由來阻擋 讓解放軍進來 那每一次安保條的 師出變成無名 也要尊重你們台灣人 住在台灣上面的這些人民的選擇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人應該來抵制任何在中華民國流行體制下的各級選舉 不管總統選舉 立法委員 或者是各級縣市長議會的選舉 好 琉球訪問模式 1952年2月29號 琉球民政府成立 他本身也有行政立法施法 這是在美國 美國琉球軍事政府下面的琉球民政府 好 在1958年之前 他們都是用B型軍票來代替錢幣 58年之後才開始用美軍 但是在1972年還沒有琉球訪問之前 琉球人要去日本的本土 好比你要去日本做生意 去東京或者去求學 琉球人要離開琉球 要去美國的琉球民政府 來申請旅行證件 等於是出國 奇怪 琉球不是日本的嗎 可是被美國軍事佔領琉球以後 琉球變成日本的境外 所以琉球人要進入到日本的那四大島 要向美國琉球民政府申請旅行證件 就是Passport 這個功能一樣 這個就是旅行證明書 琉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 要跟他申請這個 那將來我們台灣 還沒有返回之前 我們現在一直要求 美國要發這個 Triple document 這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所發的 將來我們可能也會拿這一本 那麼這本等於是 跟美國的護照一樣的功能 美國跟一百七十幾個國家 有免簽證的 我們如果拿這一本 也是這一百七十幾個國家 也是免簽證 那麼在國外發生事情 需要求助的時候 可以向美國的大使館 領事館 來求援求助 好 我們注意一下 在1971年的6月17日 美國跟日本政府簽訂 琉球返還協定 交了那三億兩千萬美金 然後依照琉球返還協定 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尼克森政府把琉球還給日本 包括釣魚台 這間隔群島 那屬於南亞島 那我們要注意 都沒有辦公投 這只是經過這個協定 所以很多獨派的錯誤的認知說 琉球是因為經過公投投票 他們才回到日本 沒有這回事 OK 好 那我們來看美軍 琉球在美軍佔領下的指揮結構 這個是琉球返還 大概二三十年後 一些解密的資料 那些琉球 或者日本的學者 經過研究 才做出這個結構圖出來 才知道 當初是美軍是怎麼控制琉球 他是指揮結構最上面這一層是 美國就是美國合眾國政府 下面的美國國王部 下面有美國軍政府 下面有一個民政府 他們才有權力來命令指示下面的琉球政府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台灣民政府這個名會掛起來 現在我們是用民政府 將來我們會變成 執政的時候就變成台灣政府 那個民就會拿掉 那他是 可以下命令讓琉球政府 來管沖繩的那些住民 那一樣我們從這邊 美國總統 美國政府下面的國王部 下面的美國軍政府 他才有命令可以下達指令給台灣政府 來管住在台灣上面的這些住民 將來也是這樣子 那麼在這69年來 在中國黨國教育下 許多台灣人都被教育成中國人 而認同中國 這也就是為什麼 每次大選 台灣人佔百分之 85%以上 那中國人大概只佔百分之不到15 大概百分之12 那為什麼85%的人 會選出百分之12的這些中國人 就是你把2300萬 你把它切收 300萬是純中國人 2000萬是本土台灣人 可是很多台灣人 因為被中國國民黨的黨國教育 所以這其中一半的1000萬人 變成去認同支持中國人 所以變成他們是1300萬 我們只有1000萬 所以我們每次選舉都會輸 尤其是台北城 台北市如果沒有當初 國民黨分類 趙少康跟黃大洲分類 旁邊不可能選到台北市長 好 OK 那我們就可以說把2008 2012年的總統大選 把他當作統獨公投 結果會變成統敗的台灣 然後再被中國合法併吞 這是很危險 這個在國際法上是合法可能的 到時候每日安保條約也很難插手干涉 到時候台灣人將人日勇士浩劫 非常危險 而且如果台灣尊公可以獨立建國 而且有完成 那他的責任義務風險怎麼樣 台灣人必須納稅 納稅的錢還要自己買軍事武器 台灣人自己要去當兵來保衛台灣 而且很危險就是 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 要自立防止中國武力併吞台灣 其他國家沒有法理也沒有義務來出兵干涉 我們來以東帝文獨立建國做個例子 這個是東帝文 他旁邊有一個 也是羅馬國家叫做印尼 印度尼西亞 跟我們台灣很像 那麼在1975年11月28日 東帝文從葡萄牙獨立 成立一個東帝文民主共和國 但是還沒有萊德吉加入聯合國 九天後馬上被印尼入侵並佔領 在1967年去變成印尼的一個東帝文賞 在之後20年的統獨戰爭 大概有10到25萬人死亡 好 在1999年8月30日 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行全民公投 當然大多數的東帝文都同意從印尼獨立建國 然後在建公投後同年的9月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印尼軍又殺了大概1400的東帝文人 並摧毀東帝文大部分的基礎設施 而且造成到現在東帝文仍然是世界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 大部分的物資都要靠外國援助 這樣麻煩嗎 有吃到嗎 這種獨立的結果我們要嗎 當然不要 很危險 因為旁邊有一個流氓國家 好 我們來比較 在美國政府管轄下一線資格 我們來以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國 下面灰色這是墨西哥國 上面這個是墨西哥州 紅色的這個 那這個邊界 墨西哥的人 經常想盡半老偷渡到墨西哥州 因為墨西哥州這邊 在美國管制下 治安也比較好 福利也比較好 也比較好賺錢 所以很多比較貧窮的墨西哥國的人 一直要偷渡過去 可是你知道這以前 包括California都是墨西哥國的這個領土 可是這個被美國軍事佔領以後 變成美國的新的一州 所以在有好的法治的國家裡面 他們這邊的人民就比較有安全保障 人民生命財產都有保障 所以很多墨西哥州的 墨西哥國的人都想偷渡到墨西哥州去 去當美國人 OK 好 那麼美加邊界這個 幾乎可以說不設防 進出都很方便 可是就沒有聽到說加拿大的人要偷渡到美國 或者是美國要偷渡到加拿大 很少 除非是犯罪 OK 那麼這表示這兩個國家都是民主自由 法治而且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的國家 所以你住在這裡到住在那裡 差不多 不用逃逃 好 那麼一海之隔的 共軍佔領紅色的中國 那美軍佔領台灣 來做一個比較 至少在美國的管制之下的 中華民國治理黨局下面的台灣 我們的生活當然比中國這邊好很多 所以二十幾年前開始 很多中國人透過平潭島 福建外海的平潭島都要偷渡來台灣 台灣如果在美國軍政府管轄下 我們自治可以免稅 可以免當兵 國防軍會由美國要負責 學叫他來佔領我們 所以他要負責把這塊台灣朋友過得好 而且省下我們省下的經費來建設台灣 成為東方瑞士的理想家園 好 我們來檢討 以台灣之民來申請加入聯合國 這兩個 一個是阿彬亞推動的台灣入聯 還有中華民國本身他叫重完聯合國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 以台灣之民申請加入聯合國 那麼我們知道聯合國 要加入聯合國 他的資格是要以國家為基本單位 那麼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的國家呢 應該不是 我們國家認定有標準 有人口 領土 政府還有外交權 那台灣國有沒有人口 我們都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而且我們是大日本國的國民 不是台灣國 領土 這塊領土 台灣澎湖是日本田華的 也不是台灣國的 現在的政府叫做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也不是台灣政府 那現在中華民國跟人家有22個邦交國 這些外交權 也不是你台灣國派 你的台灣國外交部去跟人家簽的 那22個國家你給他拿出的他的建交公報 都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去跟人家簽的 不是台灣國去簽 所以陳水扁總統他說要用台灣的民意申請加入聯合國 就是他不要去跟中國搶那個位置 他說我先坐一個桌子還有一個椅子 我自己要去坐在他的旁邊 我不要跟他搶那個桌椅 可是他把劍送到聯合國秘書處 聯合國秘書處馬上給他推薦 因為你還不是一個國家 我就講說 就好像我們把一隻猴子 鮮褲卸得好 西裝也給他穿上去 就把他的手牽著 要到護政事務所去申請身分證 一樣的意思 你還沒有進化到真正的人 你是人模人量 可是你還是猴子 台灣很像一個國家 好像這四個都有 也有朋友有嘴 有腳有手 好像這個 可是他就是猴子 就是不能領身分證 好 那麼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是日主美戰 台灣目前只是地理名詞 他不是國家 那麼假如 注意聽 我是說假如台灣如果要獨立建國 有五個步驟 我們要照步驟來 不可以偷工剪掉 要一步一腳印 有這五個步驟 可是 台灣人 都是異鄉群怨 從最前面 從這裡就直接要挑來台灣公投了 好 我們來檢討一下 首先第一步 我們要請美國軍政府 進入台灣 終結國民黨的政權 把它 請去監望媽祖 那麼讓我們台灣民政府來自治 在美國軍政府之下台灣自治 那麼我們還要求日本母國來跟美國來談條件 讓台灣返還日本 看要再賠戰爭再多少錢 然後我們還要日本的母國來制定一個 領土分離條款 來作為公投的法員 就是讓你公投 你要脫離日本 成立一個獨立國家 或者繼續留在日本 你至少要有一個領土分離條款 來作法員 才有這個法員來 舉辦台灣公投來決定台灣的未來 我們台灣人都不管這國際法理 直接從最前面就跳到 現在都一直在講公投公投 他說不管說這塊土地有兩個老闆 這很可惜 就是很多台灣人感情用事 好 再來檢討 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要重返聯合國 他本來以前是 坐在這個China這個桌子這個椅子 然後他被趕出去以後 他現在要重返 那是不是要跟現在坐在這上面的 這個人要打架 要重新爭取回來 好 我們來看1971年的10月25號 聯合國的2758結尾文他講的 他說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China中國這個桌子上面的名牌還在 以前是蔣介石的派代表來坐在這個席位上 他現在這個席位的蔣介石代表被驅逐出去了 換誰來坐 桌子椅子名牌都還在 是換毛澤東的代表 桌子椅子名牌都還在 只是椅子換人座 換毛澤東的代表來坐在這裡 所以China並沒有被驅逐出去 中華民國並沒有被驅逐出去 只是代表換人 換毛澤東的代表而已 好 我們簡單解讀一下China 它是瓷器 那日本用它的音譯 直接用支那 可是用音譯 那中國人聽到支那 他就會抓狂 很奇怪 那台語是China China 現在喔 以前說吃國民董 現在吃哪 吃共產黨的 因為中國人現在 很會 假公祭司 出去吃 出去旅遊 都開公家的 吃哪 那現在喔 鐵骨廚 開樓 起身處 圈地 就拆哪才有錢哪 拆哪就有錢哪 這樣 因為有說 有關係就沒關係 有關係還要提前來講 要廣情來講 提前來講 好 以中華民國的民力從法民國 在國際法的定義規範裡面 中華民國已經在1949年就 10月1號就被滅亡 被毛澤東滅亡了 被取代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代表中國 所以他會被驅逐出去 就是說 以國土的面積 以人口數 他都遠遠超過 跑到台灣這200多萬的中國人 所以 毛澤東他們的代表 才會有代表性 中華民國謹慎金門馬祖 這是一個殘餘國家 可以說四爪換馬祖 以前百年九十五都四 所以他會被驅逐出去 所以他會被驅逐出去 好 那麼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要怎麼返年 人死亡 那台灣國還沒有出生 要怎麼入聯 一個死亡 一個還沒出世 所以這兩個都不可能 加入聯絡國 好 來講一個 三個精神病跟醫師的一個取世 這三個精神病人 都被關在那個精神病 那每三個月 這個醫師 就會請他們到他的診療室來 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好一點 如果好了 就可以讓他出院 所以他們三個坐定以後 這個醫師就在白色牆壁 用牽絲筆畫一個門 再畫一個門把 喇叭手 你們三個都好了 可以從這邊出去 結果這真的兩個就 很快速的就衝上來 兩個搶那個門把 要開出去 那醫師說 這兩個還要抓回去關 這兩個還不好 好 像那個說 不錯 那些都無動於衝 還在那裡笑微微 他說這個很好 這個應該好了 不會激動說要去開門 他就跟我說 你好 你怎麼不要處理 他把醫生怎麼用 他說那兩個笑的 奢侈在我這裡 他沒有幫我拿奢侈 要怎麼處理 哇 這醫生本來在空中 冠冠的 咬下去到肚子 咬 期望很高 結果是大師所望 這個還比較嚴重 這個要更長 這個要更長 這個吃一顆 沒有了 現在要改吃兩顆 好 好 我們來檢查看看 這三個冰冠都沒有人類自己有賓 對不對 都 自己都自以為是 頭前兩個衝擊開門的 是比較沒有台灣意識 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或者無黨無派 狼狼就對白 人說就走 人說說不聽 這三個 第三個 是獨派人士 自認為握有台灣獨立建國的鑰匙 只有他有收集而已 收集在那裡 你沒有來找我拿 台灣結構 不可能 我們民進黨 人這麼多 你們台灣民進府 這麼萬的而已 我們幾十萬的當晚 你沒有來找我們 哪有可能 走出台灣的路 烈軍的 獨派的 都差不多是這種事項 只有收集 你沒有去找他 走收集 它開開開 不會開 那麼這個醫生 是我們台灣民進府的成員 以擁有正確的國際法理 能遠觀察 醫治生病的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當中的國民黨 大家都頒獎 都頒獎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 要學習當法理醫師 我們學成以後 要比較多 要出去講 把台灣這個法理 當作福音 出去捐養 我們當作醫生 當作精神醫師 去解讀 解讀 把台灣人民的一些 中國放的毒素 幫台灣人清除出去 但是你要學好 不要學錯了 去又加更多的毒進去 這樣就慘了 所以我們來這邊 要好好學習 OK 那我們有一個學員 他也跟我說 他以前在陸族 以前有一個龍發堂 有沒有聽過 他在那邊當志工 那個法師 那個師父 很有愛心 因為以前沒有精神收容所 精神病的收容所 所以他都把那些人集中起來 教他們打鼓 可以出去表演 賺一些經費 來維持 我們那個志工就問 欸 你都好好了 你為什麼不出去外面 那個精神病患 跟我們的志工反應 噢 不行耶 外面很危險耶 志工就跟他問 為什麼 為什麼外面很危險 外面都哭的 說外面都哭的 也很危險 所以 對 我們現在看 人們都說我們笑的耶 我去跟他講 有時候都說 你有發生嗎 有發生嗎 有發生嗎 不然就跟你逼 你是這樣 太有可能 台灣太有可能是美國的 台灣太有可能是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 你全發生 所以外面都說我們笑的 上笑的 以前那個說得對耶 外面都全笑的耶 來這裡比較正常耶 所以我們來這裡做醫生 如果要做就好就好 要開桌要接 接不到 不要接一個 破壞的 真的一樣接破壞的 好 好 那麼理想見到 台灣未來的模式 我們來看 就是在美國軍政府 給我們台灣民政府主題 或是立陶宛的模式 鼓掌 所有的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選舉 給投票率低於50% 外國就知道說我們台灣 已經 各千人不要給 流氓的這個 三流的流氓政府來幫我們管 再來流氓的模式 或是我們將來 蓬日本結盟為邦聯或是聯邦 譬如我們以前剛才說的 有一個分離條件 讓我們公投 我們出來自己變一個國家 我們也可以用國家的國體 再加你們 變邦聯 就像大英國學的邦聯這樣 好 還是自己我們成立一個總理國 跟日本 跟美國 跟中國 等級發展 像瑞士這樣 好 我們來感到 我們本土台灣人 對美國的期待 很多人 我們來我們這裡 受訊後 都會把我們翻譯 怎麼不可以 叫美國 白金會給我們台灣民政 來發展組織 其實美國也是在 促我們的工夫 看你有多大的能力 美國沒有幫你支援 你有辦法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本土台灣人 也要滾起 我們要自己自立自強 要自己 爬起來 自己拐起來 不要經常說要讓幼稀 不要經常做小孩 我們自己拐起來 再說 怎麼不可以叫美國 軍隊 冠軍 接管台灣 怎麼不可以叫美國 跟流氓中華民國 跟孫子 建盟媽祖 你不要忘記 我們是那種打敗 我們是被接管這裡 我們要認識二戰時 美國與日本是敵對國 現在我們是被佔領者 美國是佔領者 美國是佔領者 這個上下位階 我們要搞清楚 美國對我們民政府 兩項要求 我們準備好了嗎 就是說 訓練四千人 41萬人 台灣民政府所法的 台灣政府新聞情 我們有準備好 我們有準備好 這兩個叫我們做的 我們做好了 我們要求說 電管這裡的 不夠有力 我剛才說的 我們是被佔領者 如果用公司的 這個就是 他是當主廠 我們黨是員工 當主廠可以要求我們 我們員工比較不少 明明 叫老闆你要做什麼 不要說你 公司的本廠 兩個 你在本廠都在當主廠 當主廠 當主廠 剛才這樣 好 台灣是 直接賣賣的 航空武漢 台灣人應該要親美日 共同防衛台灣 不成的航空母艦 是麥克阿瑟講的 台灣在這裡 可是旁邊有一個流氓國家 中國 那我經常 看出夢想 做夢這樣 台灣 拿台灣民進府執政 來招標 招國際標 請全世界的發明家 發明兩樣東西 一個最大支 最銳利的鋸子 把台灣從下面鋸開 然後再發明那個 馬力最強的 引頸 引頸 裝下去 然後把它 從這裡開開開開 開來那個 加州外海 找一個適當的地點 但是不要侵入臨海 侵入臨海 又會被集成 大概 大概這個位置不錯 就在這邊擱淺 這個地理位置 也是很溫和又涼快 緯度不會太高 也不會太低 就大概流球的位置 這樣阿公有 快兩千顆的飛彈 本來三千 三百公里的那個射程的 他現在射不到我們 到這裡就掉下來了 就變充電炮 打不到我們 他有洲際飛彈很大顆的 那一顆都要好幾億 台幣才做得起來 他有射程一萬多公里 但是萬一弄不好 他射出來 射程超過了就打到美國 美國就跟他先戰 趁機率給他修理 那我們就可以 餘翁得利 睡夢睡不要學北方 我只是怕到你們打句 說一下來一點 好 日本的媒體有報導 俄羅斯拘銷鋼手給中國的航母 讓航母變博穿 你看那個美國的航空母艦 都會有這個戰鬥機的攬截手 這攬截手是高科技的 又要軟Q 強度要夠 可以戰鬥機的下沖的G力的拉力 他要把它用外壓射把它攔截 那麼最近聽說中國不知道從哪裡買到這些攔截手 有可能像巴西或其他國家退役下來的航空母艦 把他攔截的那些攔截手把它買下來 中國連這個攔截手這個基礎材料工程學算是高科技 他攔截手都做不出來 所以他到處去收購 這是花了差不多10年去跟烏克蘭買來的航空母艦 瓦良格哈經過10年改裝 他把瓦良格哈在烏克蘭通通裡面的武器設備 引擎通通拆掉了 空殼船 然後中國自己製造的引擎 發動機把它裝上去 一出來四航都冒黑煙 像這個要打他都不用衛星定位 看那邊在冒煙瞄準打去就打中了 不用什麼高科技的什麼衛星導航的飛彈不用 所以你看他的製造的水準就知道 水準就知道他是很兩光的 所以這個瓦良格哈出航被大家笑得要死 冒黑煙冒這個樣子 這個好像是燒煤炭的 好像清朝時期的那個北洋軍 海軍 北洋艦隊冒黑煙 好像燒煤炭 所以我們就笑他就把瓦良格出 我們台灣人笑他說我兩光河 這真的有兩光河做的演員做到這樣 我們就笑他現在改名說該死人號 台語說死人號 我們現在就笑他現在又改名 現在改遼寧號台語剛才遼寧 龍宮 死人 又遼寧 這隻真的沒有戰兜力 美國最近的 他們如果說中美日開戰 他們說如果這隻不用列入 武力的戰鬥指數 因為沒歪那麼久 下來 沒歪那麼久都載在海底 要去背 他沒有蒸氣彈射 所以他的輔助 他如果滿載就背不上去 到甲板出門就載下去了 所以只會這樣大概在 蘇改33 不會滿載他只有三文之一的武力 這樣勉強可以飛上去 因為他是滑跳 又是滑跳的甲板 不是 美國香港有這種平的 他用蒸氣 會推力把它撒出來 這沒有 他沒有蒸氣 連蒸氣彈射系統也沒有 你只要看 他這上面都沒有戰鬥機 整隻上面都沒有戰鬥機 我中南看來 航空母艦沒有戰鬥機 剛才這隻 所以真的有擁公 不是說中國的科技 他們的金屬有利都很強 其實你看 美國在1969年 差不多45年前 人們登陸月球 阿姆斯壯就已經上月球了 2012年 這個 中國還在學習太空艙對接 要查很多 好 那麼 有人說台灣 經過 當年來民主選舉之後 逐漸轉變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說八 國際法律 台灣的專家 南楊子共的 這我們來檢討 國際上沒有法源 國際上也沒有這個先例 說可以逐漸轉變 台灣的戰爭再還沒有行政 租款還在美國手臨 這逐漸轉變 我學歷書長說 你今天塞魯梁 塞股逐漸轉變變魯的 怎麼會這樣 不可能 以前 魯梁有出一個三空三的 比變魯三百多三好 你看看 逐漸 也逐漸變魯的 你塞看看 你塞到四點六六 也要再魯梁 所以這不可能 這是錯誤的感情的認知 美國跟我們說 台獨代表戰爭 你如果像粗米飯我就說過了 以前 不知道的結果是說 台獨阿強要跟我們打 其實是 在全人美國要打我們 你要過好 你要幫我拿一對 當然美國在打 台灣 私事有兩種 台灣也有兩種 來 這個是 剛才我講的 政治的台灣 劉奔中華民國 現在叫做台灣 台灣地理當局 他的頭雞叫做AIT 美國再來社會 頭雞 電源頭雞 國務院 電源的中頭雞 是美國總統 那麼 法例的台灣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頭雞 是美國台灣軍政府 電源頭雞 國防部 電源頭雞 是美國總統 我剛才說 政治的台灣 這邊都 模糊政策 都可以收銀 折扁 他要說 上的就上的 要說兵就兵 所以我們美國 跟中國 他們是同盟國 他們兩個合作戰勝國 所以他在 用模糊政策 在騙我們台灣 平安台灣人 好 我們要分替新的日本國和大日本帝國 剛才我說的 韓國 日本和台灣 這三個和那些都大日本帝國 那麼根據波子產宣言 建立日本只能把本州 九州 四國 其他琉球討館 台灣和這也類似討館 只要美國軍事宣言 那麼韓國讓他們獨立處理 好 那麼現在新的日本國 那個麥克阿瑟 用那個和平憲法 所規定不可以有軍隊 但是現在安倍晉三最近在修改他們的憲法 會提到 會這樣集體自衛權 這個新的日本 在1951年4月2日 正式脫離大日本帝國 成為新日本政府 他們在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聯合國而自治 這說得比較簡單 就是說 這個新的日本 在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聯合國 所謂聯合國就是同盟國 說得比較簡單 等於背叛大日本帝國 加入敵對的陣營裡面 對 因為要那些同盟國 可以自己成立聯合國 好 那麼 現在日本政府只有一個自治政府而已 日本天皇變成虛偽的元首 好 這個 本來這次不想說這個版本 好 有人說 什麼人可以稱作台灣人 只要你林東台灣的就是台灣人 那麼 如果林東台灣的就是台灣人 我如果林東美國 我變美國人 我敢有那麼好康 這樣就不用那麼艱苦 為了要拿綠卡 要去坐移民間 所以這條不通 再來 愛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無論你身來還是 身高還是後面來的 只要你愛台灣 就是台灣人 這也違反國際法 違反 這個 什麼法 移民法 如果說愛台灣 就是台灣人 胡錦濤 習近平 江澤民也很愛台灣 就是台灣人 他要死他 要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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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台灣人 不通了 他一直要跟我們囤者落伯 他愛我們不對 要死他 所以 說愛台灣 就變台灣人 也不是 如果躺在台灣 就躺在台灣人 現在很多外國人來這裡做生意 躺在台灣 包括 兩千 一九四九年 就我們來台灣這裡的中國人 他也躺在台灣 他跟台灣人 他都自稱他是高外人 高級外省人 簡稱高外人 像郭冠英這種 很多 吃台灣 迎台灣 喝台灣水 吃台灣米 又欠台灣 一千五百萬 就是這種 低到不如 所以我來講 現在這個 很優秀 一九九年 為中國因爭 差不多兩百萬 才低 讓我們養六十九年 養到現在沒有台幣 我們都六歲金 在養到這裡 到這裡再養 郭冠英 他如果退休 他如果申請有通過 我們要花差不多一千五百萬 又請他 退休 又繼續倒塌我們台灣人 你看台灣人 有鼻子嗎 第三 如果有中華民國國民 新婚禁的人 就是台灣人 這也錯過 他們中國人 都拿中華民國新婚禁 所以這就是說 是怎樣 美國要叫我們發 台灣政府新婚禁就是這樣 我們那個新婚禁發的 就本土台灣人 蓋外國人 就切得乾淨乾淨 分得乾淨 以上都接非 好 我們買法的就是這張 你注意看看 這裡有一個class TW 你就要 EQ 四五年八月十五 日本 天皇 大皇那天 那時候 外國人都要不進來 中國軍人要不進來 我們的事大人 住在台灣的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包括伊蘇生團的 這些後代 才可以 拿到TW的身份 所以我們去 要求你到 副證事務所 要申請到 日本時代用毛筆寫的 那些 復古成本 就是這個原因 這樣才不會讓中國人 混淆進來 將來只有拿到TW的身份 這些本土台灣人 才有資格參加選舉 才有資格當公教人員 才有資格當公教人員 所以將來 台灣民政府執政 台灣的未來 就由我們本土台灣人 有這個身份證件的人 他去參加選舉 當獲選人 或者去投票 去決定台灣的未來 中國人這些外國人 沒有機會參與台灣事務的選舉 還有去做公教人員 才不會這些 教育人員 這些老師 才用 用中國的思想 用錯誤的思想 講錯誤的歷史 來教壞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們至少要 經過兩代以後 一直教育 就像日本那時候 花50年 把台灣人變成 比日本還優秀的 日本台灣人 而且我們當初 發剛剛那個身份證件 我們是有一個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這個通過 我們送去給美國 送去被推薦兩次 到第三次才 美國才答應說 OK 修正的差不多 所以我們才公告 我們依據這個權利法案 的法員 來發身份證 就好像我剛剛講說 台灣如果要獨立 我們還要 要求我們的 返還日本以後 還要求美國 要求日本母國 要制定一個 分離條款 當作法員 一定都要有法員 才可以 做後續的動作 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我拿的是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不是這一個 這個是代表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要拿這個 好 這是申請書 好 這是日暑美戰的代表 好 那麼 台灣人 經常說 現在 媒體上 有三明治 有三立 有民視 有自由時報 我們可以靠這個發聲管道 來號召台灣人 把 中國國民黨 來扳倒 能讓他搬出去 去金門媽祖 可是 這幾十年來 好像沒有用 國民黨 就像成功大學 這棵大樹一樣 在台灣 紮根紮的衍生 很多 林里長 都是他的頭 其實 他放這裡 趕緊帶我們台灣 討著這裡 蓋我們台灣的火 吃到國民黨 這樣一棵這麼大棵 你去捏 電視三立 老闆來開工 還是什麼 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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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人家只剩下一些條 沒效 不會倒 我們用 台灣民政府的法理論述 我們是要把歐爺金給歐盾 歐盾 歐盾他就求和養分 他那邊就打他就死 弄他頭就倒了 好 所以 來台灣民政府想 好 真有驚討 台灣有水嗎 好 這真的有水 我2008年11月去賣 我沒想說 喔 蓋這張出來 洗出來這麼漂亮 漂亮人不漂亮 台灣人人愛 剛才 可以說 一個交通要道 路過大家看到這個漂亮的小孩 大家都要唱 你看看 台灣 這四百年來 都在做人的基地 荷蘭人 我們併荷蘭的貿易基地 台青公來 我們併荷蘭的負勁基地 換台青來 他們要關台灣三年關兩年末 關台灣兩百幾年 不知為家人開一條路開到屏東 日本政府來 日本政府來 十一年 一區 控五年 控六年 就把這條路開好了 剛才只剩四路大橋 都在做條燈 那個工業比較大 基本上是都完工 然後 台青兩百幾年 不好把我們關 都在外國 併荷蘭的負勁基地 換日本政府來台灣關五十年 把我們台灣 動作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南進基地 也還在做人的基地 中華民國來 我們還反攻大陸的附近基地 都在做人的基地 你剛才看這個山上 這個是人造物 這是行春萬秋 東平的九澎灣飛彈基地 所以我們都做人的基地 所以我們好好的打拼 來台灣民眾好好的把工夫連就好 醫生的技術做就好 我們出來救台灣 好不好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